在生命時 客人舉得客人的印象就會比較深刻 爸爸把我教八二 學武第一 顧客至上 爸爸傳給我 現在傳給下一代 還有第四代下去 再下一代他們要怎麼我就不知道了 像這感覺可以保持我們 像這感覺可以保持我們 什麼是我們的客人比較好的 以前我們爸爸的時代 那時候都是工廠 爸爸就是工廠很久 是我們用車子撒的 才有賣就對了 因為我們這碗麵 我們是用大骨熬成高湯 你看起來好像滷滷了 所以看起來人就說 好像蠻蠻蠻的 其實我們用高湯煮出來的湯頭這樣子 喝起來口感比較不同 因為下雨天嘛 下雨那個雨水下去 客人就邊吃邊大碗 以前比較不講究這樣子 他說 這個那生命的 越吃越大碗 是客人 由來是客人給我們取的 老爸不能接受 他接著什麼 用這個名字啊 他非常反對 到我這一代 我是可以接受的 下一代更能接受的 因為好像 跟人家以重不同的感覺吧 後來老爸默默地就接受了 每天我都親自去菜市場 精挑細鹹的 沒有經過我的手 我是不賣出去的 因為我覺得給客人吃的 跟我家的孩子家人吃的東西 一定要一樣 不要說只顧了賺錢 這樣子我覺得是不對的 我們招牌就是 生腸燒肉 還有韭菜加豆芽 還有頭骨肉 我們是建議再試一下 那個是之前爸爸沒有做 我接手的時候才做的 然後客人的口感不同 我們就會建議說 看你們喜歡吃什麼 最主要我們東西都是很新鮮 所以我們才會介紹給客人 我們的肉食都是 攪五花肉下去熬成的 我們那個程序很麻煩 因為那個要細火慢燉的東西 熬煮到成功 最起碼要兩個小時 我們現在做到第四代 都一樣爸爸的原味 因為以前英哥的是工廠很多 爸爸就是說 大家都吃到醋肉 讓他們吃飽 以前的人比較沒人吃 比較重油 就會煮得比較油 但是現在的不一樣 我們就會油都會減量 比較清淡一點點這樣 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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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nst